好 但是當然了 這疫苗不是萬靈丹 就要來看到以韓國來講 其實目前兩劑疫苗覆蓋率 達到了八成 只不過重症人數仍舊是翻倍 甚至昨天還傳出 這韓團BlackPink的成員LISA 居然她也染疫了 其他團員是緊急來進行採檢 也幸好全數都是陰性 不說到這疫苗的覆蓋率 現在有人認為 國內數字看起來很吊詭 好 我們來看到是 昨天指揮官陳時中就公佈了 國內一劑疫苗的覆蓋率 超過了七成七 而其中又以18到29歲是最高的 達到了九成二 這成績看似很亮眼 但是現在被質疑有灌水嫌疑 因為仔細來看到了 這接種率的分子是本國籍 再加上外國人士的施打數 至於分母則是內政部 統計的我國人口數 也難怪黃立民醫生他會說了 沒有人這樣得來計算的 因為如果你分子有外國人 分母你當然也要砸進去 不過對此指揮中心發言人 莊仁翔則說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這樣計算 今天有BNT第二劑 他想不想過來施打 先前診所扣奧催打疫苗 第15輪反倒又變得搶手 眼看快到年底第二劑 含蓋率似乎碰上瓶頸 但指揮中心卻秀出漂亮數據 統計到二十三號為止 第一劑第二劑疫苗含蓋率 全年齡第一劑已經達到百分之七七 第二劑百分之四十九 其中十八到二十九歲第一劑打最多有百分之九十二 第一劑打最少的是七十五歲以上長者 只有百分之七三 眼見的民眾發現這張接種率統計圖 分子是本國籍加外籍 分母只有我國人口數 被外界質疑根本是灌水 怎麼會連六十萬名移工都散在內 面對質疑聲浪 指揮中心強調主要是方便各縣市推散 因此呈現這樣的計算方式 如果剔除外籍人士 第一劑含蓋率變成百分之七十四點六九 第二劑則是百分之四七點二四 跟原本的差距了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左右 確實距離第一劑目標八成 第二劑目標六成稍微遠了一些 未來分母是否會納入外籍人士 指揮中心說會在盤點後納入分母計算 面對疫情 世界各國現在都在加速接種疫苗 而現在美國眼裡要把完整接種的定義 定為施打三劑mRNA的疫苗 或者是兩劑的嬌生疫苗 原因主要就是因為這第二劑疫苗 接種完五到六個月之後 保護力就會下降 那麼現在根據台大公衛團隊 他們研究也顯示了 如果前兩劑你都是打 AZ混打莫德納mRNA疫苗 第二劑會在五個月之後 保護力剩下百分之四十四 而如果連兩劑打的都是mRNA疫苗 保護力則是剩下百分之六十 也因此國內要不要來跟進第三劑的疫苗 醫師黃立民就認為了 有第三劑保護力才夠 如果前兩劑都是打AZ的話 第三劑最好要混打 好 至於台大公衛教授陳秀希 他則說了 這國外開打第三劑很明顯觀察到 兩週之後保護力回升到九成以上 他說這些數據都有助於台灣來擬定 第三劑的接種計畫 不過目前國內第二劑疫苗覆蓋率不到五成 醫生也認為現階段首要任務 至少要衝到八成 報道問清楚從哪預約 因為二十五號不只是第十五輪疫苗開打首日 同時也開放隨到隨打 不過卻有民眾白跑一趟 我以為是他說免預約就可以來打 所以我就來這裡打了 其實我覺得很混亂 但是也只能這樣子沒辦法 跑錯地方好無奈 在中央再開疫苗施打卻讓民眾一團亂 因為隨到隨打有限制醫院 台北市有十家包括中心綜合醫院 聯營的和平院區 林森院區 景美醫院和官渡醫院等 二十五號開始能直接到現場掛號 好像有兩種報道方式還是什麼 感覺是有點亂一點 但是還好啦還可以接受 回頭看看第十五輪的疫苗 BNT疫苗超踴躍 光是BNT就有143萬人完成 預約率大約百分之五十 相比AZ的百分之三十五 還有莫德納更只有百分之十二 BNT可說是打氣爆棚 民眾在1922平臺相約還約不到 開放的時候就不好進去 然後後來等到已經進去之後 就會停在那邊 然後後來就乾脆放棄 直接跳到醫院來 醫院平臺來預約 目前全民第一劑疫苗覆蓋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七 第二劑就快達到五成 疫苗接種再開放 就派能盡快衝高疫苗覆蓋率